本周六、2022年将开启 对于即将到来的东窗 西梅提前盘点关于黄马的引人计划 认为黄马应该东窗签下姆巴佩 马卡报制作了姆巴佩加盟黄马的2022日立板海报 并配上倒计时表情 足坛最贵巨星完成重磅转会进入倒计时 关于姆巴佩有意加盟黄马 以及黄马迫切想签下姆巴佩已经不是秘密 今年下窗 黄马向大巴黎报价1.81欧转会费 最终还是被法甲豪门拒绝 姆巴佩留在大巴黎 黄马签约失败 姆巴佩跟大巴黎的合同将在明年夏季到期 只要元旦一到 球员即可跟其他俱乐部谈判和签约合同 因此除了黄马之外 欧洲其他豪门同样可以引进姆巴佩 当然姆巴佩最想去的球队还是黄马 球迷也期待黄马尽快完成这笔交易 今日 西梅马卡报在东窗即将到来之前 提前制作姆巴佩加盟黄马的2022日立板海报 并配上倒计时表情 现在距离2022年越来越近 姆巴佩没有在下窗催促大巴黎放人 东窗看来是留不住了 对于黄马来说 此前报价1.8亿欧转会费被拒绝 东窗再度报价 不用那么多 大巴黎不想到时候跟姆巴佩合同到期后人才两空 应该考虑黄马的报价 大巴黎不差钱 所以拒绝黄马1.8亿欧转会费的报价 现在东窗即将来临 姆巴佩可以跟黄马谈判 球员是非常渴望加盟 这对于大巴黎来说绝对是坏消息 本赛季加盟大巴黎的阿根廷巨星梅西 再跟姆巴佩成为队友们 两人配合最为默契 内马而似乎格格不入 表现平平 如果姆巴佩加盟黄马 那么梅西失去最强帮手 本赛季拿什么冲击欧冠军呢 对于大巴黎的阿根廷巨星梅西